核能的国家,不论政府单位或是民间团体,对核能的使用的问题永远夹杂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争议之中。 双方各有坚强的利润基础,两兆相互拉扯,各持己见,甚至众说纷纭。 在台湾,核能的使用已经有三十多年,如今核市场的存费关系着台湾整体的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的竞争力,更牵动着劳工的就业市场及民生的消费。 核市场的存费争议至今,已不能再由行政院擅自做的决策或依立法院的决议来执行。 此刻,政府有义务将核市场的资讯透明地呈现给全体的国人,让全国的人民一起来正视,一起共同来检验。 让全体国人自己来决定核市的未来。 核市公投,人民做主,因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,而公投是实现主权在民之最佳的典范。 依据行政院研考会民调的结果,68%的人民赞成以公投来解决核市的争议。 更有54%的民众,支持在安全无力的情况之下,让核市场续建及商转。 这表示说,有将近七成的人民希望使用公民权,自己来决定核市的未来。 人民要求当家做主,在野党不应与人民作对,反对核市公投。 全民公投一直是民进党的主张,每逢重大的政策争议,民进党总是高举公投大道, 高喊人民当家,要求全民做主。 如今,高喊民主进步的在野党却自我退化,大开民主的倒车,反对核市公投。 反对核市公投就是反对人民,失去的不只是政治的舞台, 反对核市公投失去的是台湾的民心。 核市公投让人民来做主,我们希望来共同来支持人民, 希望大家一起支持人民,支持核市公投。